國立書之隔天邀請建國科技大學基盤秀工益企 蘇生連丁 現場在出色的含意美容黑 土木黑 頂上很多精彩 學生作品 希望可以在交流當中 應得學生發揮更多清廉 透過的展覽與觀摩 提升學生 創新 健康的精神 國立書之隔天與建國科技大學 兩校長期合作 保養學生運用創意加獨特的資格 典現設計 美學 管理的機能作用 強調愛中學到的東西實在來運用 透過的南市局學生創新研發 典現學生幾年來的核實的成果 這一次秀工疫情 就是我們兩個學校的特色的專長 我們設計學院 美容系 還有土木系 那結合這個修水高工的這個機械 還有中和智能科 還有四四科 三個科 兩邊的這個共通點就是 結合科技與人文 科技與人文可以說是這個相輔相成 相互融合 那科技不能沒有人文 人文也沒辦法不能有科技 所以兩個結合可以說是相容相繼 那這樣的結合 激盪出很多這個設計的潛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高中端的學生的作品 他們成果展也可以看到這些比賽的作品 那高中生又可以看到大學端的作品 這些作品可以說是我們在大三大四 最精華時期的一個作品 那我們在國科大參展的有四傳戲 四傳戲的作品也包括平面的這個媒體 還有OLED 3D動畫 還有包裝設計 那創意遊戲系呢 就是把OLED變成3D的動畫 然後再把它轉化成產品 那這個國際系呢 就是我們展示出這個主播 這個訓練的這個成果 還有領導人的訓練 那行銷系呢 就是專門在訓練這個領導能力的人才 那行銷各種這個文創的這個媒體 那這個無論任何的文創都需要行銷 那另外土木系呢 就是結合我們秀工的這個試色科 因為試色完了之後呢 就是要建造 要營造 要蓋這個網址或者是這個證照的訓練 尤其是我們建國科大就是全國唯一 所委託的這個訓練選手 還有考證照的地方 那兩邊的這個作品都非常的精彩 這家連電的作品 無論是專業應用技術 也就是美工訓練 都在到各界的訓練 希望會當地的活動當中 讓學生發揮清廉 透過電量跟觀摩 提醒學生組合實現理想 新中華新聞創新秀水 蔡宏博德 所往見的 位置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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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